賴茂理事長 賴韋傑 說明 謝謝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午安 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的是 因為這次提出的這個資金區 被認為是台灣現在陷入這個 經濟的泥鬧跟燜經濟的情況之下 政府想要開了一點猛藥 它的方式我們看到就是用不斷的鬆綁 來當作所謂的這個制度創新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2012年在李約開的這個 李約後二十的那個世界 全球的這個地球高峰會議裡面 其實特別提出了綠色經濟 作為一個全球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的政府去參加以後回來 現在也正好是由這次在推動資金區的 國發會正在做綠色經濟政策綱領的一個 連理 而且這個綠色經濟政策綱領 在今年的十月會提出草案 而在今年的四月就是地球日的時候 其實馬總統也接見了環保團體的代表 他也特別提出政府正在推動這個 綠色經濟政策的綱領 那我們就覺得很納悶 就綠色經濟這個聯合國提出的這個綠色經濟 他其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一些政策工具跟指標 譬如說他認為應該要把環境的這個 還有很多的成本 外部的成本要內部化 你只有以前是以污染 或者是很多這個勞動條件的不公平 創造出來的這種發展模式 有問題 所以要把這些外部成本要內部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裡面有很多對環境是有害的補貼 像過度延價的這些石化的成本 還有很多的這個水電這些東西 都應該要讓它能夠移除這些補貼 第三個就是說他們這個綠色經濟也講義制度的創新 創新是講是對生態友善 而且對人類的這個健康風險 這個是往正向發展的一種這個制度的創新 那第四個就是說裡面他其實是覺得就是說 環境的這個規定的應該更加的嚴謹 而且有更多的資訊的揭露 那第五個就是說這些規定的應該跟國際的很多公約的 制度應該有具體的延結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些綠色經濟的一個政策的工具 它的方向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是比較嚴謹的 而且就是說希望用好的發展模式 而不是以那個褐色經濟就是污染方式去發展的結果 那它的制度創新是以生態友善的 結果這一次的資金區 國發會的資金區的示範條例 這裡面其實幾乎都是以松綁來當作它的整體的一個制度的方向 所以我們覺得就很錯亂 就國發會你到底是要推動一個是以松綁的方式來當作所謂的創新 還是是以一個更嚴謹的綠色經濟為主的一種創新的模式 這兩種創新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結果你居然都要 那我們就好奇就是說 你那個十月要推出的這個綠色經濟政策 就是鋼領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還是政府只想顧名釣獄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國家的發展要走向一個新的可能性 要跳出這個泥鬧 政府開了這一帖就不斷的鬆綁 那個鬆綁只會加據很多剛剛前面幾位提到的 就是財富、財稅還有很多的制度 可能會更加的讓一國變兩區 讓它裡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嚴謹的提出就是說 請國發會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這是到底你要走的是綠色經濟 還是一個以鬆綁為主的自由貿易 這兩者榮獲可能並不是完全衝突 但是現在那個方向的確是有非常大的疑問 所以必須出來講清楚 另外政府在制定這個資金區的這個條例的過程裡面 顯然已經跟我們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法 就是環境基本法 其實也有很大的違背 那我們就不知道這個法 政府到底是不是可以選擇去執行 所以綜合以上就是說 至今區如果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的話 那顯然跟台灣的其他想要發展的方向是錯亂的 那政府不能在錯亂的方向中 就是選擇在不同的場合講自己要的地方 因為那個會讓很多這個裡面的很多重要的配套措施 完全喪失它原來的功能 所以提出這一點就是說 國家的政策是錯亂的 那到底是要綠色經濟還是不設防的這個資金區 我覺得主管機關 同一個主管主管國發會要說清楚講明答 我們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維杰的說明 我想其實今天的這個記者會是要跟大家說清楚 有關於資金區的一些條例 對於國土 對於環境 有一些可能具體的危害 不過我想因為他可能看不到一個具體的開發案 我們看不到就是一個建築物蓋在一個地方 或是有土地徵收的 有當地有自救會 所以其實好像感覺不出來那個急迫性 可是實際上呢 在現有的規範下 就現在我們有環境制度 有孤土計畫 有相關的制度之下 還是在台灣產生的各地 不管是環境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土地徵收上面的問題 今天這個資金區是要把現在有的規範 通通都不見了 它會產生的問題一定會更多 所以在現有制度底下 就已經產生這麼多我們關心的環境議題 或者是土地徵收的議題 將來在資金區裡面這些東西 連規範都可能會消失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做說明的 是因為可能沒有那麼好懂 法規一條一條這樣的 可是實際上它會影響 接下來有可能會發生到 一種具體的開發案上面 非常根本的核心 那同時韋傑也有提到 就是到底我們國家要走向 什麼樣的一個經濟發展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更關心的 那其實在4月28號 管中民的國發會主委管中民 他做了一個簡報給國民黨立委 裡面就有寫說 我們現在所關心的議題 他覺得說對 確實可以修掉 就至少回到現有的環境 或回到現有的土地制度 可是這樣的一個修正 坦白說是一個非常大幅的修正 他有給簡報給國民黨立法委員 所以實際上他們會說 這個東西你們先環保團體 這個土地的團體出來開記者會 我們都有聽到 我們會做一些修正 可是我們認為這個修正坦白說 是非常大幅度的調整 我們剛剛看到資金區裡面相關的條文 大概非常多條道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認為他應該要退回國發會 而不是現在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當中 再來做一些所謂的修正 那個是非常非常大幅度的 那資金區的問題 除了在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農地 還有在環境上面 其實不管是在農業 或者是健康醫療產業等等產業上面 也有非常多的影響 那今天我們沒有再多做一些說明這樣子 所以期待的是 期待的是 不管是明天的審查 或者是接下來有可能立法院要排審查 當你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然他們如果都不修正的話 那非常我們覺得是堅決反對 如果他要修正 我們也認為他應該要先退回行政部門 來做整個法令的一些修正 而不是在立法院這種朝野協商委員會裡面 這種黑箱的形式來做調整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把 現有的資金區的條例 有關於現在有可能會造成那些危害 跟風險的東西先退回處理 而不是在這麼急促的情況下 一次一次的又可能要審查 我們要喊口號嗎 我們有什麼口號 我們後面這張圖 後面這張圖是 這是現在 現在有幾個經濟的示範區 然後加上一些園區 我們所做出來的圖 可是當然其實不只這樣的 因為示範區而已 譬如說花蓮縣政府就一直爭取 不關其次爭取 自己也要趕快把我們花蓮港花進去裡面 不只是花蓮縣很多地方都在爭取說我們也要有自由經濟的這個 這個花蓮縣是來取這樣子 我再舉個例子 以後清津農場有可能就是一個資金區 好 來幫各位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國家長期發展 都是經濟掛算 這個法令仍然是個經濟掛算的法令 當我們 今天會已經改名叫做國發會的時候 很根本的關鍵 他的政策思考的邏輯 應該要有根本性結構性的改變 但是我們在這個條例當中 我們看不到 你可以看 這還是以經濟掛算為主導的思維 所引導制定出來的法令 而不是一個掛著名字叫做國發會的思維 國家發展的思維所制定的法令 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致命商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他是先 先成立資金區 然後再來修改相關的國土計畫跟管制 針對這一點就非常的錯誤 因為我們長期來都是這麼在做 應該要改變 應該要改變 你不能夠說我經濟部制定了一個資金區 就要求其他各個部費都一定要買單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在做 交通部以前都是經濟部獨大 不對的 在美國是一定 在德國國外是到都市計畫這個階段 大家再來決定 這個資金區擺在這個位置適不適當 它到底要受什麼樣的規劃跟管制 你看到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制定 我們的都市計畫鐵定還是邊緣化 我們的環評鐵定還是只是當花瓶 長期來都是這個問題 我們都是附庸都是邊垂都是花瓶 這個條例依舊延續了這樣的制度 這樣的結構 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這是過往思維底下所制定出來的法令 當我們都已經變成國法會了 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國家政策 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思維跟典範 這是舊典範的一個法令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典範的一個法令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求 應該要把它退回去 應該要從你 從一個新的發展典範 國家發展的典範 大家都來重視 不是只重視經濟 環境也重要啊 土地 基本人權保障也重要啊 應該通盤的擺在一個公平的位置 大家一起同時來思考 而不是我經濟部 我獨黨 我先定了 你們底下全部給我聽好 全部給我理政策 全部給我以立志的通過 這樣的審查還有它的意義嗎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在搞 過去就是這麼在搞 未來還要繼續這麼搞下去嗎 這是我們提出非常嚴重的一個質疑之所在 謝謝徐老師的補充 那我想我們記者會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看看現場在座的媒體朋友有沒有一些問題要發問 謝謝